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呢 借这个 供修 也借这个元旦 这个姻缘呢 首先呢 给大家祝福 祝福大家 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们身体健康 最主要的 你要老实 听话 正干 我们用这种的精神 来迎接 新的一年 让我们的道业 让我们的道德 或者在这个处事 因为时间有一些沟通 所以改为三号 那在这个地方 我想跟大家讲几句话 讲几句话 也不顾 这个 很多人呢 常常问我 这师父你这个云淡啊 有什么样的期望啊 这个新的一年 有什么样的期望 很多人呢 都有这种的期望嘛 对不对 我们呢 过了 迎接这个新年呢 或者我们农历的新年 一定 一定 一种期望 希望我们 这个新的一年 能够过得好 过得美满 过得幸福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常常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啊 我最大的期望只有一个 不要再浪费时间 真的耶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你看我们每一年呢 你看很多人那种 很疯狂的去庆祝 不知道在庆祝什么 你看我们是 我昨天师父 从一点睡觉 因为有活动啊 从十二点到一点睡觉 你看那个隔壁邻居啊 那个party啊 从十二点半啊 那个音乐啊 讲话啊 笑啊 哇搞到 早上五点半 还在讲话 我如果用这种 你的精神来念佛呢 不得了啦 不要说三天 一日一夜 得圣净土 所以呢 我常常讲啊 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因为你看我们在每一年在云淡的时候 什么样 你想一想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的时光又少了一年了 你的寿命又少了一年了 就是说 讲一句不好听的话 就是说 你跟那个死亡已经距离越来越近了 你不赶快用功精进 将来 吃亏的就是你自己本身 不是别人 所以 浪费自己的时间 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 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问题 这个 这个事情 一件事情 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会怎么成就 为什么有一些人会失败 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应用这个时光啊 你看那个全世界最有钱的 全世界最有钱的就是那个美国人 这是Bilgate Elon Musk 最有钱的 难道他的时间比我们多吗 他一天有36个小时吗 我们只有一天24个小时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一天有24小时 一个星期有七天 一年有365天 都是平等的 只是区别在哪里 我们的寿命不一样 有些人寿命短 有些人寿命长 那为什么他们会成就 因为他们懂得应用这个时光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时间能够创造一个人的成就 也能够带来一个人的失败 所以有智慧的人 时间等于就是生命了 愚痴的人天天都是浪费时间 看索机啊 打电话呀 看电影啊 看连戏剧啊 或者讲一些不该讲的话 搞是非人物 天天都是这样的 一天一天把它浪费了 其实呢 佛告诉我们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你要讲要得人生 来自能够得人生 你不一定 所以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我们呢 一定要有一个智慧的 高度的智慧来看 我们这个人生 你的人生啊 才能够得到有更加的意义 不要把它让费了 你让费过去的很可惜啊 你看我们天天的 把说明天天减少 你看今天刚刚 昨天刚刚大家忙着庆祝 2022年 今天又过了一天了 明天又来一天了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了 所以你看阿弥陀佛 为什么会成就西方其的世界 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楚 他的方向很清楚 所以他用这个时光 来精进勇猛建立一个世界 让这个世界给众生 能够快乐幸福美满 所以他的时间来创造他的 来改造来改变 让这个时间能够创造这个世界 你想一想 他成就了我们呢 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时光浪费 所以大家一点要改善 一点要去思维 一点要去检讨反省 我们有没有天天浪费 我们这个珍贵的时间 浪费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智慧的人天天改变 改善用功 以人之间处事待人就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师父呢 在这个新年的一天 我只能讲一句话 哪一句话呢 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快快觉悟 不要在等了 只有觉悟才能够真正帮助你快乐 只有觉悟才能够帮助你离苦得乐 只有你觉悟了 才能够真正帮助你解脱 了生死出三觉 你觉悟了 你看你的想法 你的念头 你的做法 你的行为 你的所做 他不会有做错的 我们一定要知道 人一做错了 后面一定有果报 这个果报都在哪里 都在六道轮回 你知道吗 而六道轮回 最容易进去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三恶道 你有没有觉悟这个道理 生命很短处的 我们这个时间太短处了 你还不赶快觉悟的话呢 真的来不及了 所以地藏菩萨本源经 你看那个第三品 那个摩耶夫人 你看他问地藏王菩萨 地藏菩萨 为什么人这么容易 堕在三恶道呢 糊涂嘛 什么叫糊涂 都是迷了嘛 人迷了才有六道轮回 你觉悟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佛法 你想一想尊敬得罪 这种求大的 师父想问你一件事情 你这么多年你念阿弥陀佛 你这么多年你学佛 学习佛法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今天我问你 你们不是在学佛吗 你们不是在念佛 你今天学佛 你念佛 我们学佛 佛法最高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离苦得乐嘛 那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 有果必有因 那你要修因 这个因是从哪里来的 从你觉悟来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生活这么辛苦 我们的生活苦得这么日子这么苦 就是从迷了来嘛 为什么会迷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 什么叫做事实真相 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就是讲环境 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你有没有搞清楚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生活的环境搞清楚 事实真相搞清楚了 你的想法 你的做法 你的念头 你的行为 你就不会犯愁 因为完全都是智慧的 你的生活当然就会快乐嘛 那我常常告诉我们主位同学 我们今天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要快快觉悟 觉悟什么 就是说你人生无常 你要知道这个道理 释迦牟尼佛你看天天讲经说法 为了是什么 一天不休息的 他天天都在讲经说法 49年从来不间断的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凶 没有说这个元旦到了 我要放假一个星期 没有啊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在经上讲说 这个新年到了 这个国庆日到了 那我要休息了 两天放假两天 我要Happy Happy Holidays一下 去海边或者去看看风景 或者去做什么 有没有啊 释迦牟尼佛没有 天天讲经说法 49年到他老龄家80岁的那一天 要入涅槃还是讲经说法 从来没有休息过的 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让你觉悟赶快觉悟提早觉悟 觉悟什么 觉悟这个人生是无常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尊敬的最统修大的 无论你追求什么 无论你拥有什么 它都是一直在变化的 刹那之间没有一石 没有一颗不在变化的 你能够把这个事实真相 搞清楚搞明白 人生是无常 那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万物 你就不会产生严重的 严重什么 严重的执着 真的 你会过得很心安理的 你会过得很自在 逆境来的时候 都是无常的 人家遇到人家来骂你 批评你说你不好话 说你一些不该讲的 你听了之后 你感觉心里很不舒服 如果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那都是假的 它就是一种考验 提升我自己的境界 我何必来为它痛苦呢 没必要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 到了临终的时候才获为 哎呀师父啊 你帮我祝念啊 哎呀送经念佛啊 生病的时候啊 你看很多人就是这样 生病的时候才想到 哎呀师父 你们能帮我消灾啊 哎呀求求阿弥陀佛保佑我 当身体健康的时候 把师父忘了干干净净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啊 哎真的哎 师父常常在印尼 也是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啊遇到那个生意有问题的 赶快来找 释迦牟尼佛来到道场啊 求啊 哎呀 买水果啊 买这个啊 看到法师 拿一个红包 师父 哎呀赶快帮助我 生意呢 我的生意现在很难啊 赶快啊 这个过不了光了 过不了光了 我就倒闭 我怎么办 来不及了啦 危乎了啦 哦 那个 那个 很多人就是这样 哦 原始啊 所以 尊敬的 对同修大德 你要去了解 这个人生真的无常 你既然生了 他一定避免不了老 病 是 是没办法 所以你要赶快去觉悟 你觉悟之后 哎 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你就懂得怎么样去破 破除什么 破除你的我执 破持你的执着 你对这个世间 不会产生严重的执着 你对你的身体 不会严重的执着 你对一切明文力 你不会严重的去执着 因为你明白 这个都是假的 他只是暂时借给你用 你到时候时间到了 他还是要离开你的 你也带不走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呢 你会应用你所有的福报 你这个身体 你的时间 你的体力 我要怎么样 除了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把自己做圆满 你怎么样来用你自己的时光 来帮助别人 像你今天 我们在这个学会里面 在这个道场里面 你今天用梦里的时间 我来做为能 我来敲墓 我来敲果 我来敲地中 我来念阿弥陀佛 我今天跟大家聚会 用这个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的时间 我来学习佛法 我来听佛法 我来开开我的智慧 你用你这样的时间 你就等于 不但你能够帮助你自己 修你自己的福慧 你也能够为大家 来修供养 因为你这样供养 在供养当中是最高的 最大的福报 为什么 为大众 为一切众生服务 上次星期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广结善严 佛告诉我们 未成佛道 首先你必须要跟人家 先结善缘 所以尊敬的这个同学 你明白这个道理 人生是无常的 这个无常都是苦的 那既然苦 那我一定要离苦 那怎么离苦呢 叫你觉悟 觉悟这个人生 世间是无常的 没必要执着 无论什么样的好 无论什么样的坏 无论什么样的善 无论什么样的恶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 真的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 有空 对不对 欢欢喜喜念阿弥陀佛 不要一边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 阿弥陀佛 愿美哭脸的 哎呀好像整个人启发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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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喜的 欢喜的 像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那样的 欢欢喜笑笑咪咪的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一样 你不相信 你看看 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请人家 帮你拍一下 你看看 你那个脸 你没有欢喜 愁眉苦脸 愁眉苦脸 所以啊 尊敬的 这位同修大德 这个啊 师父呢 真的鼓励大家 不要再浪费时间 浪费自己的时间 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 你要好好应用你的时光 来创造你自己 来成就你自己 应用这个时光 我要来广结善业 应用这个时光 我要怎么样 有时光来为大家服务 就算你坐在那边 你不做事 就算你不做事 你坐在那边 你听着这个威勒 听着这个敲地中念阿弥陀佛 你也是跟大众一起在广结善业 你已经在这个跟大家 修了一个很大的布施 就是讲什么 就是法供养 你不用做事 你坐在那边 你都在修法供养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你今天眼睛 如果你有神通 你说看 你看你的周围 你的周围那些 看不到的众生太多了 你今天当你用你的口 你的口 当一句念阿弥陀佛出去的时候 用你的虔诚 你的恭敬心 当你一句阿弥陀佛 念出去的时候 他们所说到的 这个利益也太大了 你知道吗 我们林子大师所讲的一个人 真诚心在念这句阿弥陀佛 事实里 事实里范围 你得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 这事实里的众生都受到利益了 你说 这句名号的功德有多大 他们受到利益等于什么 等于你在修供养布施 这个叫做什么布施 叫做内财的布施 内财布施超过外财的布施 所以尊敬的推同就大的 五分钟对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这五分钟 他会修了无量无边的福报 五分钟对一个迷惑的人 愚痴的人 他会造了许许多多的造恶业 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记得 今年2022年 将来的生命 将来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的 不会为了越来越好的 我们在这个人生 有没有天天越来越好 有没有 还没疫情之前 19 2019年 或者2018年 我们还没疫情之前 大家每一天 大家每一年 就是说 这个跨年的时候 你看 大家庆祝 希望每一年更好 你看 来了这个疫情 我告诉你 这个社会会一来越动软 这个社会会一来越多的灾难 天灾人会会一来越多了 你要相信我的 为什么呢 医报随着正报转 医报就是讲你的环境 正报就是讲的人心 人心不善 所感召的也不善的 你相信我的 现在的人 每一天都是搞明文力 自私自利 贪嗔是卖 你说呢 他会好吗 不可能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大的 好好应用你的时光 因为能够得人生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今天我们一起来 跨年 往大家欢欢喜喜 不错了 大家 哎呀 哎呀 祝福啊 祝福啊 师父啊 新年快乐呀 Happy New Year呀 什么 大家很好 但是最主要的 师父的期望呢 你要好好应用你的时光 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 记得 时间 一过错了 错过了 他回不来了 真的回不来 你看很多人 师父看到很多那些老人家 以前年轻的时候 哇 那个体力很好 要做什么 有什么 可以 都没问题的 你现在你看 走路走一点点 哎呀 腰酸背痛 眼睛啊 看什么都看不清楚 耳朵听什么都听不清楚 走路 体力也不好 不如以前 人一摔了 什么病都来了 趁我们这个体力好 趁我们这个 还有这个精神很好 多断耳修缮 多多用功 啊 该吃饭的吃饭 该睡觉的睡觉 该去玩的去玩 一切都要平衡 啊 该时间念佛的 你好好念佛 该时间听经的时候 你要好好听经 该去看电视 也开电视没关系 最主要你要好好抓住这个时间 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 是做什么 我的人生的意义 要建立在哪个地方 你要这样的想 才能够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才能够清楚 如果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清楚了 你这一生就不白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将来我要往哪里去 我要往哪里走 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要往哪里去 我的人生的方向将来是怎么样的 你很清楚 你很明白 所以师父昨天讲了很多 今年开始 怎么开始呢 好好不要再浪费时光 时光一过去了真的很可悲 很恐怖 真的耶 所以祝大家好好用功 该念佛的时候多念佛 不该讲话的时候不要讲太多话 不该看的时候不要看太多 多听经 耳朵两个 有没有 你看我们的耳朵两个 这个耳朵两个做什么 多听好话 多听一些有智慧的人 你看我们的眼睛有两个 为什么两个 多看那些有意义的 不要多看那些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我们的嘴巴只有一个 就是教你什么 做人先要做好人 做好人要从哪里 话少讲 不该讲的不要讲 因为不善的语言 只能带来不善的语言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师父啊 再借这个音缘呢 就是跟大家鼓励 做一个祝福 我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智慧的语言给大家沟通 但是呢 我只能鼓励你们 鼓励大家快快觉悟 你要赶快觉悟 你要提早觉悟 怎么觉悟呢 你要去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 这个事实的真相都是无常的 一切万物都是你没办法 做不了主的 你自己做不了主 人啊 说倒就倒 说病就病 说老就老 修死就死 没办法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改变他 你要赶快去觉悟 你能够觉悟了 你就能够破除你的我之 破除你的执着 你执着一破了 你的生活就非常快乐 你的生活就非常自在 今天啊 我给大家做一个鼓励 记得把今年2022年 多做什么 断恶修缠 因为这个世界 这个环境 将来的天灾人物 可能会越来越多 你要好好念佛 好好用功 把我们的功德 回向给他们 希望这个世界大灾化小 小灾化无 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赶快觉悟 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赶快觉悟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佛法 学习佛法最高的目的 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要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是果 因一定要修 这个因从哪里修 就是觉悟 好 祝大家这个云淡 去年的一天 祝大家幸福 祝大家快乐 那我们从这个 这个十五号开始 就是礼拜六 星期六 我要为大家来讲 地藏经了 因为这个地藏经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我要开始 讲地藏经 因为这个2022年呢 我们也不知道 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起码 以这个地藏苦算 本院经的功德 希望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些累积因心在主 我们这个无形的众生 能够化解 而且来帮助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 能够过得 这个大灾化小 小灾化乳 所以我们从十五号 开始给大家讲讲 这个地藏经的内容的意义 会把选择一些重要性的 主要性的 对我们跟我们念佛 这一生要发愿 求生西方的人 这些有关系的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注解 简单的讲解 让大家能够明白 为什么在一切经典里面 无论在什么样的佛法 地藏菩萨本院经 是一切经的根本 包括我们今天所学的 五量寿经 阿弥陀经 观五量寿经 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 所以地藏菩萨本院经 跟我们净土法门 他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 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老实念佛 祝大家用功精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